我们现在介绍不是介绍明暗度 不是什么那些的 我们现在介绍特殊的效果 请你到滤镜这边来告白人 点下去 一般农学比较常进来的都是从艺术工 定证明就是让你做效果的 我不懂艺术的效果 我们艺术工里面我们先点水彩 进去还可以改 我就先选第一个 好 那因为我们大头T才180 所以小小一张 你要把它变大一点 那怎么变大呢 我教你按住ALT 你进来以后 我先等你 你进来这个艺术工里面 然后我再继续往下讲 如果你要把画面变大的话 记得你的键盘有没有ALT键 有 键盘有一个ALT键 先按住ALT键 先按住 再把滚轮往上滚 往前滚 它图就越来越大了 相反的 把ALT键按住之后呢 滚轮往后滚 那就会变小 记得 滑锁放在里面再滚 好 来 那交给各位 那各位呢 你们先进来 我刚刚有没有 我刚刚有没有放画面 有吗 可是我现在怎么看不到 我把画面放这边 OK 来交给各位 有没有抓比一下 滤镜 滤镜底下有一个艺术工 来 请看 我再做一次 你到滤镜 滤镜就是专门在做特效的 很多的特效 我们到艺术工这边先停 顺着它过来 我们先选水彩 没关系 因为底下这些啊 等一下你进去都还可以再挑 好 到水彩这边来 那应认了像小小一张 所以我们说 你把ALT按住之后 滚轮再往前滚 它就放大 大概到这样就可以清楚了 好 第一个 在右边看 我说进来可以挑就是这边 你呢 不要水彩 那其实你注意看 你先不要记得换别的 你先调它的效果 这边都会有效果让你调 比如说你觉得这样不好看 对不对 我按一下这个滑杆 先往内滑 越往内啊 它的效果就越没有那么大 你可以自己呢 多去调配看看 哦 怎么样调配可以让你呢 觉得好看 不管 如果你觉得好看 那就OK 不好看 你就可以换别的 哦 你可以每个每个先点看看 它们的感觉 哦 然后呢 你大概可以找一个 你觉得这个不错哦 你就再开始呢 调它的效果 哦 啊每种效果 这边啊 右边调的效果都不同 反正呢 你自己找一个效果来做做看 如果OK了 这个 假设这都没有 这完全都没有 你在背 上面还有 比如说我把笔数点一下 哦 这边还有一些笔数 哦 像噴露啦 哦等等等等的 交给各位了 哦 我们就让各位自己去玩 你就用那种玩玩的心态哦 这样做起来就很有趣 哦 好 那 不管哪一种啊 哎 反正的你呢 先选好一个效果 按调调看 调不好了 再别别种 哦 再放别种 最终 没有问题了 你再按确定 哦 来 教育各位 请你做做看 每一种效果 你都去试试看 哦 我们的影像编辑的过程 就是充满各种的冒险跟惊喜 哦 影像编辑是很好玩的 哦 试试看 试试看 怎么样 你要猜看 masih м 再 像 不能